我不知道原來 剛剛因為小姨的媽媽壓力怎麼大 很常因為寫功課的事情 我會發表生氣 非常就是 打爆炸 那種吼到應該會 樓下會聽見的那一種 她下課時間 跟同學一起去 欺負一隻已經受傷的鳥屋 我在跟她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會想很多 就是怎麼樣會讓她 不會覺得我只是一樣罵她 因為我還是比較想知道 會發生這件事情的 原因是什麼 我不喜歡都用 責罵的方式而不告訴她 那個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還是想先了解她的 她會做這件事情是因為什麼 我就擔心她不快樂 最擔心的是 她發生了什麼事情 回來不願意跟我說 所以在溝通上面其實我會 我會比較小心 我要小心的 先站在她的立場 才不會導致 以後她發生事情了 覺得如果跟我說我都會 責備她或責罵她 她就不把事情跟我說 因為她唸小學之後 然後用很多功課 其實我還蠻常 爆炸 情緒爆炸的 很常因為寫功課的事情 我會把她飆生氣 就是用這樣子的態度 在對待她 可是其實她還在提醒我 就是她 她是很愛我的 那我覺得她也是知道 我還是很愛她 對 只是我們都還沒有適應 她還沒有適應 國小的生活 我也還沒有適應 當一個國小新生的媽媽 對我不知道原來 當一個小一的媽媽 壓力這麼大 沒有了 就自我兒子 我其實算是脾氣很好的人 但是就是 我自己也嚇一跳 我自己也嚇一跳 就是 我會長那麼大 他們都覺得我對她太好 但是我 我真的就是 這三個月 非常就是 大爆炸 那種 吼到應該會 樓下會聽見的那一種 我很生氣 對啊 很糟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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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